四场比赛四五半三六十分以下 一千六百米的马匹驻战完毕 比赛即将开始 邮局们准备出发吧 好 马匹出发 慢炸了 我们看慢炸的九号码金牌得主本场比赛 现在排在本场比赛最前面的是 红色彩帽的六号码重力战神 慢慢可以看到中间是蓝色彩翼的 五号码日月神 慢慢的感觉上在第三位 现在还是红色彩帽的重力战神排在比赛最前面 第二位可以看到就是三号码吃眼飞扎 再往后面可以看到是七号码 华语熊排在本场比赛第三位 旁边可以到差得不远的十号码重力战神 排在到了后边的直道 我们看一下两个马医之隔 慢慢的感觉上来是白色彩帽的金牌得主 慢炸的马匹 现在是慢慢的感觉上来 已经排在本场比赛第四位了 后边可以看到就是十号码重力战神 再往后面可以看到就是五号码日月神 接下来紫色彩帽的是四号码 阳光奇迹 后面击片我们看一下 有一号码奇迹正看 蓝色彩翼的十一号码富安飞龙 然后在那本场比赛最后的 现在已经变成了富安蛟龙 再在前面可以看到 已经开始加速了八号码 凹痛天使 好 现在可以看到 三个马位领先在前的就是六号码重力战神 已经开始到弯斜弯道的加速了 反正本场比赛第二位的是三号码 吃眼飞杀 接下来可能慢炸的 白色残毛的九号码 金牌得主已经赶了上来 已经赶到本场比赛第二位了 第四位现在变成了七号码 华语熊风 班长比赛后面两位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四号码阳光奇迹 以及七号码华语熊风 好 现在可以看到 最后的两百五十米 是两个马位领先在前的 三号码吃眼飞杀 最后的两百米我们看一下 其他马还有机会的 中间追了上来 七号码华语熊风 后外来还有九号码金牌得主 最后的一百五十米 依然是两个马位领先的 就是三号码吃眼飞杀 其他马比应该已经是没有机会赶得上来 最后的五十米 班长比赛冠军属于三号码 置眼飞杀